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拿个笔画一下 凡 你看 凡一之数皆从一 对吧 是吧 第二个是上 凡上之数皆从上 看见了没有 那个上 一二三四五六第七个 一束一横的那个上 那天讲过了 对吗 找到了吗 找到了剪剪头 找到了吗 凡上之数皆从上 在下边 那个是 那个是为展示的是 看见了吗 是里边有 凡是之数皆从是 看见了吗 知道了 那这就是不守 那么你的书里边这种不守 到时候跟我们上面也要讲的五百四十不守 就能对上了 好 它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一 这个一 许圣啊 她这个 她的书编的时候 是受汉人的思想 我们汉代人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说这个一啊 它就中国的学问里边 那个一就叫大一统 一是一切的源 那个一是什么东西 一 我们像老子说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对吧 说啊 庄子说 说这个天开始的时候 是混沦如机子 就是一个一 没有 没有动的 对吧 那这个一后来就变 所谓这个气啊 轻的就往上浮 就成了天 重的往下沉 就成了地 这就叫做一 三二 对吧 有了天 有了地 中间这个天地 就是阴阳啊 所以你看那个 《易经》的那个挂象 拔挂里边 阴阳于 对吧 一个阴 一个阳 这就是二 二的结合 就是生出三 这个三就是人 人在中间 所以天地人 叫三才 对吧 人在中间 那有了人 就有创造 于是就有了万物 所以叫做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那么取胜解释一 就是说一是什么 是为初太始 这个初 这个太始 这都是一 都是最原 最原始的东西 是吧 那道是利于一的 万事万物的道理 都是从一产生的 所以这个一是最重要的东西 它可以造分天地 刚才说了 造化就分出天和地来 对吧 有了天地以后就化成万物 有这个就化出人来 化出万物来了 所以一要排在第一个 许胜的整个的五百世事不守 是始一中亥的 亥就是直处银某 神是五位 身有虚亥 知道那个亥吧 亥是我们的十二地支的末一个 所以它在五百世事不守 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 它是一是开头 亥是结尾 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汉人的 汉代人 我说的这个汉都是要说汉代 汉代人对于这个万物 对于宇族的一种 这个哲学的理念 那许胜是汉代的人 他当然受当时的思维来影响 所以他解释一就成了这个样 那么这个一 为初太史 道立于一 造分天地 化成万物 已经不是我们说的那个 象形只是会形生的六书的方法了 它已经有什么样 有思想 当初的思想和文化 就是思维 把当初人的思维放进去了 其实呢 这个树啊 不可不好 不好这么讲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树啊 我们先讲一点头 下边我们就可以快 这个 这个树的这个概念啊 我们来看一看啊 其实 我们用今天的这个科学化的讲法 这个一 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一它就是一个抽象符号 对吧 那么你看那个阿拉伯数字的一是数的 我们的数字是横的 你要问我为什么是横的 是因为 早期的时候 假如我们说它是算筹 这个筹啊 算数的这个筹 这个筹是什么 筹是竹子做的 就我们说的一个筷子 像筷子一样的 过去我们说运筹帷子之中 怎么样 决胜千金之外 什么叫运筹 那比如说这个打仗 刘邦和项羽打仗 在打仗之前 他是那个 那个在 那个军师 他要计算 比如说我这里一堆算筹 这里一堆算筹 好 刘邦说我比项羽人多 我胜一筹 对吧 项羽的兵比我那个质量要好 他胜一筹 我的粮子比他多 我一筹 他的什么比我多 地形什么的 这样摆 摆完了之后 我一定要比他多一筹 明白吗 我要少一筹的话 这个仗就胜的把握 我占少 对吧 我一定要胜他一筹 我这个仗才敢打 这就是古人运筹的意思 那我们就想 这个一可以是一根指头 也可以是个筷子 也可以是一支笔 也可以随便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抽象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就暂且以为 它是一个算筹就好了 对吧 那这个一是横着放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二是顺着一来的 二可不是四 二我们是 这两个一样齐 就是二 一根算出 两根算出 三好说 这就是三个 是吧 这没有问题 四呢 肯定也是四个 这个我们看早期的文字 都是这个样子的 一二三四 对吧 到了四以后 再到五 如果五还画五根线的话 这个人就有问题了 那就说明 这个人的思维有问题 对吧 到了五怎么办呢 要变 怎么变呢 它是这样变的 这就是五 就说 哎 我五 我不再这样的 为什么到了五要变呢 因为 因为什么 为什么数到了五就要变呢 近取虚生 远取虚物 要从人的经验上来知道 到了五就应该要变 是为什么 是因为 手是五个指头 对吧 到了五就是这个样子了 好 那六是什么呢 到了六 就说五是交叉的 我六 我就这个样子 这就是六 六你这么 这个全交叉我只要顶上交叉就可以了 对吧 那七是什么呢 七我就正交叉 这个可不是十 这不是十 对吧 这是七 那八是什么呢 八是分开的 因为我们说八就是趴 我们说分至这个中间一个刀 是吧 把一个西瓜切两半 八分开 八就是分开 这是八 到了九呢 九 我把这个加一个 有人说是变动一下 九 我把它搞一个弯一点的 是吧 就变成九 这个就是十 十怎么办呢 横着是一 我竖着就是十 对吧 你看人还是很聪明的 对吧 横着我摆的是一 竖着摆的是十了 这是我们想 最早的竖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觉得这个里面的问题很多 为什么很多呢 你一大堆的问题 你首先这个六和这个八 就很 跟这个五 很容易 就是说摆在地下 如果随便动一动它就乱了 怎么办 后来在六这个地方 加 看到没有 它加一个 加一个长的 一个短的 这是为了 为了系统调整 这个七 你这么放着 放着也是一个交叉 也是不好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十 十这样横着放着 跟那种竖子放着 很容易混淆 我这么看 那不是一样了吗 于是他后来想个办法 在十这个中间放点东西 对吧 这我们能看得见 早期的甲骨纹 就是这样子 在中间打一点 这个点越打越长 越打越长就变长了 一长了以后就跟什么呀 跟七混了 七怎么办 拐个弯 看到没有 七拐个弯 而七和十是区分开来了 对吧 那这个九它勾了 它就区分开来了 那个五还是有问题的 这个五跟这个八 还是容易出问题的 怎么办呢 五上下各加一横 看到没有 再加个算数 所以我们现在的五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四虽然这样挺好的 但是四这个挺烦 于是后来借了一个字 借了一个 这个是四 四是啥 这是鼻孔 鼻子流鼻涕 看到没有 你的鼻孔往两边流鼻涕 这个就是四 这个字就是这个字 这个是 T是横流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说鼻涕是不对的 T是眼泪 是才是鼻涕 明白吗 所以我们叫鼻涕 那么这个字本来就是鼻涕的式字 但后来说 这样写得太繁琐 就把这个式 用这个同音来代替 那这个鼻涕的式呢 它另外再加三点水 因为鼻涕是水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们顺着这个 123456789的这个调整 我们能看得出来 作为一个科学化的思维 我们的先人是挺好的 看到没有 他这个123456789十 非常非常好 那么 但是许慎那个时候 不是从我这种方式来讲的 他是从 一是整个宇宙 他有 他不光讲字的科学 造字的观念 他还要把这个思想放进去了 我们要 要有这样的一种 去看他就好 你不能说 这个一扯这么多干嘛呢 汉代人 他就这么认识的 所以经常人就说 那许慎胡说 那个一怎么讲这么多呢 现在的古文字学家都骂他 说许慎这样讲不对 我们说不能说许慎对不对 我们说许慎讲了 我们要去理解他 他为什么这么说 对吧 所以不然我们讲不下去 我们后边那些字就讲不下去 我们要有这个思想 对吧 他一下边他就跟着一来 你看这个圆 第二个是圆 圆始也 圆始也从一从乌 乌是什么东西 这个物 突兀的物 这也是许慎的讲法 他认为这个突兀的物 它也是一个有变化的 什么是圆呢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圆 很有意思 跟我们过去想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圆 这个圆字 他说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实际上我们去看经文 今天的经文非常清楚 这个圆字就是这个字 圆就是人头 人的头就是圆 对吧 头和这个 还有这个字 这个字是手 这个是手 手是什么东西 我们画一下的很清楚 这个手 这个头发也不是了 不一定是人的头 它是什么呢 猪头或者牛头 把那个头砍下来了 羊头 对吧 这个你看 这个中毛和什么 这个头这个样子在这里 那个叶底下加一个 这才是人头 所以凡是这个字是人 一叶两叶 我们书的一叶两叶 过去是一个人的头 人的头才能叫叶 你看 所有从叶的字跟人头有关 我们待会 实际上我后面都有了 对吧 一下想看 颈 是吧 颈是什么 颈就是金 植物的金 你的脖子就是一个金 对吧 颈意思是前面这个 后面这个是像 看到没有 后面是像 一个公子旁的一个叶 对吧 那是像 所以我们说望起像背 那个像是在后边的 文锦之交 是从前面杀的 不是从后面杀的 自杀不能从后面杀 对吧 所以文锦是稳前面 对不对 还有脖子 是吧 为什么要脖 有脖人生起 那个脖子可以拉长 咱们看看那个 东南亚那块 还有长脖子女的 那个东西把它拉长 那就是脖 那个孟子说 勃然生意 往外生 那个勃有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从这些人 看得出来 这个意 那么这个圆 本来就画的是一个人头 对吧 还有天也是人头 那个天 这是大 这是我这个大 对吧 这个整个 我这个整个圆的 就是圆 就是头 所以圆首 圆首 胡锦涛 是我们的国家圆首 圆首就是胡锦涛 是我们的头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圆有始的意思 圆就是一 所以圆旦 圆旦 为什么叫圆旦 旦是白天 圆旦就是一年 新年的什么 第一天 第一个白天 所以叫圆旦 是不是 我们从这些都能知道 古人这个圆是人头 到处都是有的 非常著名 左传里边说 有一个晋国的大夫 叫仙枕 仙枕 这个仙枕呢 仙枕大夫 就是一个将军 他带着一帮人 去打敌人 什么人 这个敌 就是他西边的那个 那个 墨洋的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匈奴啊 反正那个 西域的那种少数民族 去打 打完了他军队都没有了 就他一个人了 败了 败了以后 先者免竹遇敌尸 竹就是头盔 把头盔脱了 把铠甲脱了 然后一个人冲着敌人 那个阵地里去 然后就搏斗 一个人倒还不行 对吧 就是被杀了 死焉 死在那个地方 然后敌人归席源 把他杀了 杀了以后 这个敌 敌的人认为 这个人太英勇 是吧 是个英雄 是条汉子 就把他头砍下来 把头装在盒子里 送还给那个啥 晋国国军 为什么呢 说我们英雄是新英雄的 虽然杀了他 但是他这种精神是指的 他打了一个人 他不跑也不投降 他一个人还冲进来 跟我们斗 所以把他头给砍了 送给晋国 这个故事非常英勇 面如生 送回来的时候 那个仙人眼睛还没闭 眼睛睁得大大的 那种鹦 这个故事 在仙情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左传里记载的 但是后来被谁用了呢 被三国演义的这个说书人用了 知道了吧 关公死了以后 是吧 死了以后怎么办 死了以后 那个生权害怕了 你杀那个关公怎么办 那就是刘备给你拼命啊 于是就有人跟他出谋 张周跟他出过谋 说你把这个头啊 送给曹操 架合于曹操 他就把关公的头砍下来 用个盒子装给曹操 曹操一看就笑了 你这种小儿 你跟我玩这个 他就把那个头 给他弄好 然后给他做一个 乡木 做一个这个身躯 把头和那个身躯一起弄好 然后用个黄金冠 把它装着 然后送给刘备 刘备从此不恨曹操 就很深传 于是后来有 怡靈大战 火烧连怡靈七百里 对吧 最后 刘备败了以后 白地成脱骨 就是我们 为什么讲这么多 就是说 我们这个能看去过 当初人的这种 这种看法 这种想法 对吧 它的缘 缘就是人头 人头就是一切东西的来源 一下面就是缘 你看看啊 我讲这一部啊 我们待会再往下去 那么这个缘 就成为了始也 缘就是开始 它为什么要从一 就是因为这个一 是一切东西的头 对吧 一切东西的最高的一个层次 所以从这个 整个宇宙的混一的一 到人头的这个 最重要的东西 再到人头的顶 叫天 看到没有 天 颠也 看这个天 他说天 颠也 那个颠你看见了 那右边从业 对吧 业就是人头 天就是颠 颠就是天 两个音叫做生讯 对吧 那么颠是头的顶顶 你看我这里啊 所谓天不是指 不是指整个头 是指这个部分 天门盖 我们现在说是吧 一个人 下面是一个大人 大的人 上面把你的这个 人头顶 这一块拿出来 叫天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叫天门盖 过去有一种刑法 天行 天行就把脑袋的顶 盖给你 削掉 谁削掉过 有人就说过天行 这个人叫行天 行天在哪里见过 那个 那个什么呀 陶渊明有个诗 叫三海经 里面就说 行天五干七 以猛之孤常寨 古代的神话故事 说行天跟皇帝 跟这个中原的人打仗 天门盖 削了 没有头了 没有头了以后 看不见他 以商墨为辱 一只手拿盾牌 一只手 拿干一只手拿七 就一个拿枪 一个拿盾牌 然后继续战斗 这种勇武的人 所以叫行天五干七 我们就知道天就是人 天门盖 那天这样个样子 然后我们这指上边 那个宇宙的那个天 后来是什么 因为那个东西在我的头顶上 对吧 这是隐身意 请注意了 所以一下边有圆 圆下面有天 这样一直一直下来 再到下面的P 到下面的立 立就是人世 是吧 所以过去皇帝就是天 是吧 那个父子关系 父亲是天 夫妻关系 夫是天 对吧 这我们都知道了 这样子 君臣关系 这个君就是天 对吧 那君跟上天在比的话 他就是天子 这些观念 都在这个注释里边 都给你体现了 看到没有 那我们讲 说文怎么读 我们要有这些东西 我们才能理解得了 这就是我们 我们开始要讲一个帽 就是说 许胜的解释 既有我们所说的科学化的分析 还有一种什么东西 把当时的人 当时汉代的人的理解 参照到他的解释里边 这样我们下去 我们就能讲明白 对吧 这是关于理解 这个没有什么太难的 因为我们要想一想 你是今天的人 你说今天的话 你上一个世纪的人 就说上一个世纪的话 那下一个世纪的人在说什么 我们也听不懂了 你们现在很多话 我都听不懂了 这都是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这种特点 所以我们要 回到许胜 你才能看懂说文 我要说的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关于解释 交代一下 不光有六书 不光还记得六书吧 记不记得 象形会议 指示 行声 转注 甲介 主要是前面 这个象形会议 这个会议行声 这四个 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